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国际政经大小事 理财体育和生活 新闻早餐会 您爱哪一位 好 今天的新闻早餐会 要来关心的是 电话门风暴 川普总统因为一通 给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电话 在美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中原议长裴洛西呢 已经宣布要展开 正式的弹劾调查 这个会不会冲击到 川普的选情呢 甚至影响到 他的总统大位 今天我们连线请教的是 政治大学的 国关中心研究员 严正神老师 严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老师两个国家的元首 通电话 通热线 其实稀松平常了 但是竟然谈到了竞争对手啊 角逐民主党总统 提名的拜登 哇 这个就问题大了 川普到底有没有 对乌克兰失忆啊 如果真的受益对方 你来打击我的政敌的话 这通电话到底踩到什么样的红线呢 哦 按照我们看这个1974年啊 就是之前呢 1992年调查水门案件 这个Bernstein这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他认为说这个就有点像是水门了 就是你在调查你的对手 就好像尼克森当年进入这个水门这个大厦啊 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去查他查民主党的资料 来调查他的对手 这个其实是类似的 所以状况是非常严重 那这个跟四年前 三年多前 这个当时他跟希拉蕊克林顿 那个时候竞选的时候 他还公开呼吁说 哎 俄罗斯 假如你有这个手上有这个希拉蕊的一些电邮的话 找不到的电邮 他说可以提供出来 那那个只是公开喊话 但这一个呢 是确实是有通话 然后呢 确实有提到 川普也公开承认 那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有这个吹哨的人 说这个说有这件事情 那川普也承认有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状况比较类似是水门事件了 而且这个川普他也说的蛮白的 他说如果乌克兰总统呢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去调查这个拜登贪污的一些证据的话 那我就不给你这些军事补助 这段的军售的 军援的 哇 简直是用这个要挟的手段 那么现在这个通污门 这种电话门已经闹到说要弹劾了 那么老师我们也很关心 接下来这个弹劾程序会怎么走呢 是会先在众院处理 然后再到参议院吗 对 弹劾的程序现在是这样子 大概就是一般来讲是在美国众议院的委员会提出来 先讨论 那一个就是情报委员会 那一个可能就是司法委员会 看起来现在是情报委员会有比较有可能 那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完以后 通过然后交给这个众议院来 全院来讨论投票 那所以看起来因为民主党在中央院是多数 那原来培洛西这个议长 他们不希望弹劾川普 就是包括通俄门啊其他的问题 都是认为是说 你今天去弹劾川普 如果证据还不是那么足 然后再加上就是川普的基本盘 说不定会被吹出来 反而对选举不利 所以他们一直就是有这个年轻一点 我们讲说Progressive 进步派的这些议员 本来就一直很想谈和川普 但是票数都不足 但他们那个时候就认为说 其实川普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 那不管这个政治 我们不要去谈政治的问题 就是选举啊这个政治计算 我们要对这个历史负责 所以他们一直逼佩洛西 那佩洛西一直拒绝的 可是我们看到昨天 贝洛西已经讲出来 他说川普不是就是说犯法的话 如果不是超乎于这个一般的人之上 他说It's not above the law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贝洛西愿意的话 大概基本上民主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是愿意去弹劾 包括一些议员 他们可能众议员 他们要在明年的这个选举当中 可能是在就是五五波的选区 或者甚至他们的选区 川普是赢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会比较不太愿意想弹劾川普的 但是可能基本上现在票数 大概就是慢慢越来越多了 因为这个从众议院多数提出来 那民主党本来就有多数 那多了三四十席的多数 那现在看起来就说 大概要通过不是很难 可是通过之后 他们要请参议院来投票 那要三分之二的多数 那现在共和党在参议院 都已经是二分之一的多数 那民主党还少了大概 二十六二十七八票 所以你要找十七八票 你要找这个十七八票的 民主党共和党的参议院 倒戈可能不容易 除非证据很强 就像当年水门事件的时候 是共和党的参议院 包括这个年轻的贝克 他们倒戈 然后再加上高华德这些出来 逼得尼克森看大事不妙 所以他就先辞职了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 大概目前还没有发生 除非证据是非常的清楚 无可推诿的话 那我相信才会有 共和党的参议员出来看 那现在大部分表态的都是说 我们要还没看清楚 所以我们 那有些是根本就是 永远是不会去投的 也表态了 对 好听完这个严老师的解释 大家就知道 这个弹劾案也许在 中院这边会过关 但是呢 共和党在参议院 其实是有超过半数的 在参议院想要弹劾总统 你必须要取得这个三分之二的统议 所以看起来这个要弹劾川普 这个难度是难如登天 现在川普也不甘示弱 他指控你们这些启动弹劾 是对总统的一种骚扰 他也说呢 是最有利的猎物的行动 也说要公布这个通话的记录 那么现在美国白宫 他也公布了这个通话的记录 那么老师你观察 这个公布之后 就可以平息外界的疑虑的呢 像这种随便公布跟外国元首 这种通话的内容 会不会有一些 这个外交上的后遗症呢 我觉得当然就是 这本来应该是由众议院 这个议会来 就是拿到这个资讯 应该这个资讯 是在议会当中来讨论 那川普为什么会公布 大概就是因为 这个跟乌克兰之间的 这个军援的问题 其实曾经在2015年发生过 就是当时美国对乌克兰的 这个贪腐情况 觉得非常严重 所以也施压要他们调查清楚 如果不调查清楚 他就会 就是美国也会停止 这个军援这个乌克兰 那当时的这个主持的里头 就是有包括当然 拜登也在体中 所以他们说拜登自己 都曾经做过这个事情 可是拜登那个是公开在民主党里头的讨论 然后最后美国的政府 就是说欧巴马政府做出决议 那当然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 拜登当时施压 是不是也是因为他的孩子 而是在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我们讲说 石油公司有一些投资啊 这些 那可是事实上 美国人是第一个 在民主党政府执政的时候是知道的 那第二个是 其实是 大家是同意 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等于是 川普的意思 你们也做过这件事 那我也是做同样的事 可是 你川普是一个人 私人的通电话 跟美国民主党过去政府 是经过在这个白宫的讨论 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那当然他这个对手啊 就是企图对对手拜登 他的儿子是不是有涉入什么东西 那然后把拜登来打成 可能也是牵涉到这个当中 大概跟三年多前 把希拉伟这个情况是 做的这个 这个情形是很类似的 哇 所以听起来这两党 好像面临的状况都差不多 因为拜登之前 他也在乌克兰这边 着力甚深啊 因为他的儿子呢 就是这个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一个董事 当时好像乌克兰要调查 这些贪污的证据的时候 听说这个拜登也有施压其中 那么现在老师发展下来 会不会变成两败俱伤呢 就是说民主党 咬紧这个川普 现在打电话 施压 那现在川普也说 你明明这个拜登 当年可能就有一些 这个贪污的状况 可是 事实上这个问题啊 就是会被模糊焦点 就是因为他们施压 是因为乌克兰那边 确实是有这个贪腐的 然后还包括欧盟都希望 美国这边也做一些施压 把这个就是这个 在你这个 美国在这个地方 就是私人公司投资 有很多贪腐的情形 要揭露出来的 那所以跟这个川普 是要求你去调查 然后我希望能够拿到黑资料 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那川普当然是 就是比较民粹嘛 他说我干脆就公开 然后呢 就是让他的这个支持者 能够非常群情愤恨 认为民主党在做猎物的状况 可是今天如果是这个情形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参议院 众议院会找这个吹哨者 他说他也愿意作证 那到底这个当中 有没有还没有其他的这个电话 那我觉得是 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个部分 就要看还有更多的证据 一个元首跟外国元首通电话 然后说要调查他的竞选对手 那这个就是在美国选举上面的 一个打击 那上次他是公开喊 那个希拉蕊的喊话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说 这个已经是非常不应该 所以才会有通俄门啊 这些在讲 那可是那个只是 一个公开的喊话而已 那这次你确实如果是 有电话 直接的施压 那这个很可能状况 就跟尼克森的情形是一样 所以要怎么样发展 我们就持续来观察 那么现在我们分两方面来请 严老师帮我们进一步分析 第一个是 拜登会不会他的选情受到冲击 目前在民主党内啊 他还是领先群雄吗 好像最新的民调 他被另外一位 最新的民调看起来 这个Elizabeth Warren Elizabeth Warren 这位来自于马州的参议员 无论是在第一个选州 就是爱荷华州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党团会议 或者是纽佳甫尔 第一个真正的这个初选 这两个地方 他现在看起来都已经超越拜登 当然只是一份民调 未来会不会还有别的 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 那因为爱荷华的情形 是他着力非常的深 他整个的地面部队 台湾最爱讲的陆军 一直做得非常的好 那而且找到最强的这个 这个等于是爱荷华州当地 对于这个民主党最熟悉 一个是曾经帮希拉蕊 帮欧巴马选过的 那也有帮这个上一次帮他们的这个众议员 击败这个共和党中现任众议员 这些很不错的竞选的这个民主党的人 所以他的陆军非常的强 那最近终于看起来 本来是只有超越 桑德斯现在也超越了拜登 那纽欧巴士就毕竟就在他的州的旁边嘛 他是麻州的 所以等于是你就是 他们说这个本 就是本地人应该可以有机会赢嘛 所以他等于是在旁边 他可以说我就是你们本地旁边的 所以现在也超越 如果这两个州他都拿到初选的一开头的话 那现在就是大概第三个就是South Carolina 南卡 南卡拜登是非常的强 所以拜登还能够顶得住南卡 大概就就是比较这个 势经力底的会死杀一阵子 但是假使拜登如果连南卡都顶不住 那很可能就会对他的选情不利了 好谈完了拜登的选情也来谈川普 那川普现在的一个盘算 是不是就把这个弹劾案 就是反咬对手的阵营说 这个是政治迫害 当然就是说他是这样子做 如果今天拜登是民主党里头 唯一可以击败川普的 因为拜登这个他最有利的谈话 就是他是比较温和派的 他可以争取到许多川普的选民 包括过去长期投民主党的 这个白领阶级 蓝领阶级的白人老公 那这个他可以抓过来 但是现在看起来最新的民调 就是前面几位总统民主党的候选人 甚至包括这个Harris 加州这个贺锦丽 包括这个桑德斯 大概都可以击败川普 所以大家就觉得你今天拜登这个 你强调你的优势 其实并不是你最大的优势 因为华人参议员也可以击败川普 所以这一个的话 那川普现在好像是把他最大的敌手 可能是会赢的打掉的话 后面的人其实都 现在的最新民调都赢川普 所以并没有解决了他执政 可能引发出来一些负面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真正解决 所以强力挑战者还是很多了 还是很多 不止只有拜登一个了 你今天要 如果要打这些电话门 你要打掉好几个了 他当然都会有 他譬如说他说 华人以前冒充是印第安人 桑德斯是 就是他这次在联合国大会 也讲说美国绝对不会走向 社会主义 因为桑德斯是有点像社会主义 但是贺锦丽你怎么去打呢 就是后面还每一个人 都可以超越你的话 那我觉得川普 这个挑战还蛮大的 对好 现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真的像是一场大乱斗 想要挑战川普的人 真的很多 我们会随时关注 这个最新的选情的发展 因为实际的关系 我只能跟政治大学 国关中心研究员 严正生老师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老师的分析 谢谢您 不客气 谢谢